日本媒体近日披露消息称日本正在计划继续扩大其护卫舰队 2018年日本防卫省将追加两艘护卫舰的建造计划 日媒炒作称日本建造这些护卫舰 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对付在东海水域出现的中国公务船 日本现在拥有多达46艘护卫舰 但是这些护卫舰实际上很多都达到了驱逐舰的级别 日本新造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排水量甚至达到2.6万吨 远远超过一般驱逐舰的吨位 而日本的爱荡级宙斯盾战舰排水量也达到1万吨左右 已经明显超过了其技术原型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日本现役许多主力舰型的舰名 都继承了日本帝国17清华战舰的舰名 比如出云级直升机航母的首舰出云号的名称 原属于曾经参加清华战争的出云号装甲巡洋舰 该舰在1932年128事变之后奉命停泊在中国上海江面 并参加了松户会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的二号舰加贺号的舰名 则源自二战的清华战舰加贺号航空母舰 该舰也曾经参与了对中国上海区域的侵略行动 而前文提到的爱荡级宙斯盾战舰首舰爱荡号 其舰名原来也属于日本帝国海军高雄击中巡洋舰 高雄击中巡洋舰也是日本帝国发动清华战争的主要工具之一 日本用清华战舰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现役舰队 并将这些强大的舰队矮化为护卫舰 无疑有隐蔽实力刺激而动的意图 实际上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正视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 甚至对于为安抚等问题也采取了扭曲事时逃避责任的态度 而随着日本海上自卫队规模实力的不断扩大 日本实际上已经重新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海上舰队 安倍政府上台之后日本加紧了自卫队解禁计划 2016年3月底日本内阁决定日本新安保法正式生效 该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 日本自卫队将有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行动 而在这一基础上 安倍政府或许正在谋求修改现行的日本并试图改变该宪法 第九条关于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规定 基于上述谋划 安倍政府正不断试图改变自卫队的现有性质 安倍晋三此前曾经明确表态 在认定已无其他手段的情况下 攻击敌方发射基地也包含在自卫的范围内 而日本政府也表达了考虑引进美国战俘是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这种和尝兼备的纵身打击武器 可以威胁2000公里范围大陆腹地 如果日本能够成功引进 则意味着自卫队将彻底改变没有对陆进攻能力的现状 也标志着可以全球行动的自卫队将具备入侵能力 由此可见 蠢蠢欲动的安倍政府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复活日本帝国的舰队 重启日本的战争机器 而日媒对日本海自舰队的大肆炒作 恰恰反映了日本针对中国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日本一直以来也没有否认自己 遏制中国的想法 安倍晋三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 关于中国的种种言论 甚至还试图拉拢美国 印度等军事大国对中国进行围堵 其言行举止已经是司马昭之心怒人皆知 不必多平 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尽管日本在历史上曾经犯下严重罪行 但只要肯于正式历史承认错误 我们也可以不予计较 但是日本拒不承认历史 而且还摆出一副扩军备战磨刀破破的态度 这种行为的确令人无法接受 和平的发展环境需要大家一起维护 同时中国也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护自己的和平发展条件 日本的小算判和小动作 中国看得很清楚 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闭 如果日本不愿意珍惜来之不义的和平成果 那么日本就必将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